我們叫上席 蘇生蘇坦的方法 這是我師父的講的是 忘記背後 武力面前奔 聽見大家新年快樂 快樂 今年 我們發言說今年是什麼年 假年 請問假年 英語你怎麼說 假年 如果有外國人問你 快點假年 假年怎麼說 Chicken Year OK 不是Chicken 英語要說Year of Rooster 來 別人說一下 Year of Rooster 這個外國人 他會有Crooster 不是他會有Chicken Chicken就要給麥當勞 OK 民立一個新年會記得 久的不管你是什麼 你的是七十年 現在 上帝已經修定了 舊的已經收走了 各位 請你用感恩的心 向上帝連取一個完全新的臉 面對2017 今天是第一天 什麼都還來得及 這一張白紙 上面都沒有任何記號 他把這一張一個年份的白紙 交在你的手上 365天 然後365天結束之後 你在上面這個白紙上 要畫上什麼 你要架構什麼樣的人生 你自己的麻油 我就完全由你自己來決定 所以他記得 在聖經裡面 亞洲的批准說 上帝國的比喻是什麼 上帝把這個交給你的時候 他暫時離開了 也講習你過了 再來完全由你自己去 所以你是 你身為一個 你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這個日子 這個人生 由你自己決定 所以不要再怪當外塞 我們老的老父就沒吃飲料 我們老的老父沒有服飲 我們滿了 我父母今天的經濟不好 所以我的人生也必然不好 請不要再這樣說 因為很多人生 自從我們悲苦的環境出來 他卻活出一個非常燦爛的人生 林肯說這句話 人的一生的面貌 從40歲以後 要由你自己負責 這句話我看過 有什麼 你看孫葉也好嗎 孫葉叔叔嗎 孫葉就是很不知 但是到四十五五十秒 你心裡收了好的孫葉 你現在看到孫葉叔叔 孫葉伯婆 你看到他就是人見人愛 不管你的過去的面貌怎麼樣 你天生怎麼樣 我告訴你 只要你常常面帶笑容 常常有喜樂的心 到最終老年之後 他會轉向 你相信嗎 這個人真正的孫子 是在他的態度跟面容 所以 希望這個新的年 今年 台灣人擁有一個非常積極的人生 來 今天我們 剛剛我們讀的今晚 我們再一次用華語來讀一個 來 來 這不是說 我已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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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成功了 我去成功了 我去成功了 只求贏得那獎 其實 會要使我 達到正目標 基督耶穌已經先贏得了我 弟兄姐妹們 我民主認為 我已經贏得了這獎賞 我只專心一件事 就是忘記背後 全力追求全面的事 我向著標杆直跑 為要得到獎賞 這獎賞就是主天的神聖 是善逆接著基督耶穌遭益受 保羅他的一生 他說我不是我已經在獎賞 我沒有了 我也得到了一部分 但是我沒有完全得到 你的人生 你已經有了一些成就 但是你的成就 最好的部分還沒有來的 不同還沒有 因為經常有一個想法 基督徒經常有一個想法 我最好的那一個部分還沒有出現 那最好的部分沒有出現之前 你現在有一個態度就是 我要積極 我要努力 我要去追求 我要追求 用盡我的心裡去奔 但是蠟燭的人生就是 盡我去燒房 燃燒房燃燒房 為什麼 這是多了給人 基督徒生命的態度 我們向前一直奔 但是你要向前奔的目的就是 我要得到一個獎賞 這個獎賞是屬天的 是屬天的新生命 所以要命是新生命的誕生 新生命的成全 我們一個人說 好 我要向前奔 不能忘記的 你不能向後看 一個在田中藏上 無人 無人可以往後 不時往後看 然後他能夠得到獎賞 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啟示 在說我們的人生 昨天已經死了 掌握的事情都過了 掌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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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掌握的 你一個新的 拜託 你不要弄我 在2016年 到掌握以前 發生很多事情 有好事也有愛事 拜託 無人就有愛事 無人就有愛事 給你定義了 那已經發生的事情 特別是 你不喜歡的 特別是苦難的悲劇 你又一直在那裡回憶 你又陷入在苦況當中 那是電路給你自己的人生 失去 向前衝 失去珍惜現在 所以現在很重要 英紀如果你說現在 我們如果說英紀有一個 那個 過去是 將來是 現在是 過去是怎樣 現在要動 the past 將來是 future 現在是 現在是 現在 present present 注意 現在這年級 現在這年級present 一定有一個意思就是禮物 所以我會給你一個present 我會給你一個gift 我會給你一個禮物 這個禮物跟present 跟現在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字 所以 珍惜每一個現在 把握每一個現在 你就領受到了上帝要給你的體驗 真正生命的禮物是在現在裡面 所以我們會記得 一項是珍惜現在 不可以看過去 不可以讓所有的有求 讓所有的願家 讓所有的婚姻 讓所有的婚姻 老的電災 在地面你的未來 拜託 基督徒 一個態度 努力變成 本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是今天2017年 我們對他的約定 也是相對的一個約定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基督徒的態度 記者基督徒的態度不在於活在過去 基督徒的態度只有一個 我們連到我們要忘掉背後 努力面前 你若沒有用頭前走 你若沒有看過頭前 你沒辦法堆穩地追求 過去可能你有一些成就 但是拜託 你的成就我來掛在你的相方裡面 掛在你的榮譽榜裡面 就把它吊在那裡就好 你只要比那個更要緊的事情 只有一種人經常會開罪學 跟人家談過去 你知道那是什麼樣的 那是什麼人? 老人 老人 你們比較八九十個人的講話 比較講就講過程 那比較講過程的兩種 有的人在講過程 榮譽榮耀 有的人在講過程人生的傷害 對不對 你知道嗎 如果經常在講過去傷害的人 他的人生是負面的 是悲劇 他是一個悲劇 悲觀的人生 所以他不會快樂 如果經常都在講過去的榮譽 他會換得更快樂 但是他應該失落 沒有 向前做一些什麼事 我要在這裡 拜託所有七十歲醫生的人 你每天一定要重新再做一些事情 因為你最好的人生還沒有來臨 你不想像我八十五歲我沒有入園了 拜託 因為我剛有的這個中館 經濟你說我是老婆的老婆的 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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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入園了 來的這個 主要的那些 Reed 老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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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拜託 這是珍貴的長者 資深的風靈 今著人的人生最好的風 最好的風 都是在靈中之前 它還在發酵 所以我們在努力 拜託 基督徒的人生 不能以過去為滿足 不能停留 一定要繼續 驕傲 會讓我們積極成長開始補充 OK 過去嘛有可能有很多傷害 但是你一定要向家庭說基督的名字 跟過去的傷害說不要 要跟過去做一個 特別是對你的傷害的部分 做一些處理 奉耶穌基督的名 大家說那個已經過去了 撒旦不能夠用過去的傷害 再來干擾我今後的生活 特別傷害不能夠留給你的下一代 昨天以前的事情請把它忘記 求上帝聖化之後 你不能夠常常把過去的傷害 傳述給你的兒女 因為我們希望我們的兒女能夠獲得健康一點 我們今後的兒女能夠獲得健康一點 今後的兒女能夠 不惜在她自己的困境裡面 更多的依靠上帝 更多的在信仰裡面得到機率 然後向前奔 我們今後的兒女能夠獲得健康一點 我們也要賺一代 如果這樣的話 上一代你不能夠常常在 現在過年時間大家人都在 難得見面 拜託 檢驗你自己在餐桌上講的話題 拜託 檢驗你自己在客廳裡面跟你家人相處的時候 你的話題一定要經過選擇 你要選擇祝福的話題 還是要選擇傷害的話題 你要選擇什麼話題 祝福的話題 在祝福的信仰裡面 記得你的眼睛直接要看那邊 因為尚恩就是更 最尚不怕的人不定去黑黑 尚恩就是更 更領導無法無法無法 我們是最更年的兒女 跟安德這些兒女 是大家無意無意就回來的時候 拜託 讓我們每一個用智慧去選擇 剛我們說我們有三百 這裡就有一個智慧之百 那那個讓我們活出智慧 活出智慧的人生 那個智慧就在進退而已 智慧就是讓我們在選擇任的事情 啊對啦 感謝上的我那個時代 就在那個時候我怎麼 那個奇妙我會用那一個字 我會講那句話 結果那個變成一個關鍵性的 讓整個家重新再造的一句話 我想我們有一個想念 他真的一年 真的讓我們可以 注意這件事 因為我們要奔向一個 更美更美的未來 我要重新開始 求上帝給我一個完全新的 一個完全新的再造 完全新的生生 完全新的生生 全都佛書5周17周 我們大家人都會過 我們來過一下 我們要不要預備 來 無論誰 一代有了基督的實生命 就是新造人 舊的已經過去 新的已經來臨 新的已經來臨 來這個家 可以說 舊的怎麼樣 已經過去 新的怎麼樣 已經來臨 那麼舊的已經過去了嗎 那麼新的已經來臨了嗎 就在今天 我們這是一種的選擇 這是一種的態度 這是一種的抉擇 你願意嗎 願意讓舊的過去 願意讓新的來臨嗎 無論是告白 無論是嘉賓 無論是你自己的人生 注意這件 你總要做一個選擇 然後有一個新的起點 那個新的起點 每一年的第一天 都是我們重新規劃 每一個人你自己 今年 外面的人在說 今年運輸運輸運輸 運輸運 我們有的 我告訴你 請問 基督有那個 樂器這個字幕 基督有那個 性運 運氣這個字幕 這樣有 基督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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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上帝美好的旨意在背後 只要我真心 臣服 順服 我安靜下來 讓我努力 等我努力過了之後 回頭一看 當下 祝上帝的恩典 所以這是基督教的一個很要緊 在基督裡 我們已經成為新造的人 第一 信仰的中間有一項 是有贏不贏的信 是舊的 但是永遠是新的 是舊的 但是永遠每一個時代 他都用不同的變貌存在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 親愛心 愛心 熱情 新生命的故事 這些東西 也關我老是故 但是每一個時代 他都是神活潑的被需要 渴慕被重的所需要 所以有三項 真要緊的三項 也能轉化成為基督徒的生命內涵 這個是什麼 愛心 再來了 熱情的貨物 再來了 新世命的故事 聽心 熱情的貨物 新世命的故事 這永遠是每一間公園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家庭的需要 所以從外地回來的年輕朋友們 秀給你的爸爸媽媽看 你有愛心 給你已經長大了 所以回家去找一間公園 我們家來吃東西 不要吃飽就煮了 大概過一般的時 看到阿母子就要跟阿母子 睡了之後 那個人就有疼心 還有一個情報的人 寶酒酒到三天 到情侶 到睡 到白 到嫂 我會想讓人看見 因為你有一個 那個你外回來的孩子 他有一個新生命的早晨 這個故事永遠都是 會是新的故事 永遠都很感動人的故事 在教會也一樣 我當禮拜到教會 請我們每一個人的天命 我們那個歡喜 快樂 熱情 痛苦 若果我們到外面也有人說去 非常新生命的故事 OK 今天我們出外 十多人都出外 在外面 我們願望 我們今天有在這裡 沒有出外的人 我們有機會 來合上來跟我們親愛的 命運 現在三個比較命 所以這個心有紛亂 注意講 我們一起要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把 過去的勢力 做一些處理 然後我們不斷要向前 我們要超越 我們要超越 不要跟別人比 要跟誰比 要跟自己比 要跟大家的鼓勵來比 要今年的表演比 鼓勵更好 今年的台東鼓鼓 鼓勵更好 今年我們今年2017年 我們真的超越了去年 我們的今年的情報 去年是會今年的 我們今年的 2017年我們希望 我們的耐性比去年更好 我們一定要 會記得 不肯把你的兒子拿到別人比 只要你的兒子比你的兒子 每一年你的孩子 每一年都比去年更好就過了 你做父親的就滿意了 然後不肯跟別人 要知道我們自己 如果知道我們自己 對教會 對上的學生 回應上帝的愛 你自己超越了沒有 更多一點的沒有 這是一個爬山 八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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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途而廢 八山的人 一隻都一隻 沒有依照他的教程 完成他的目標 每一個人 他沒有按照他既定的目標向前 打正打正 每一天把向前推進 他可能也落差很大 他可能也失誤不高 可能到後天氣變化 他的生命就處於危險當中 我想在這邊這一個 我們要落下的 我們要落下的 是君子上的 讓我們可以真正的 讓我們日日有更新 讓我們有神的工作 只要我們可以有一個 更漂亮的日子 外這個L社長的 上帝全人的上帝民意同在 引導你 陪伴你 走完今年的路程 特別是陪伴那一位 有心 有心的啦 希望你 我 我們彼此鼓勵 我們都成為一個有心的人 在上帝民情 最佳一個 有心上帝的背心 我們新年的祝福 在你的努力 我們上帝運電 讓你走 今天 恩典之路 感謝祢 祢 祢 感謝祢 感謝祢 無社會的心智 賜給我們 把一個新生命 的絕智 賜給我們 讓我們真的 因為耶穌基督的名 進入一個新的人生 2017 希望台灣 變得 比以前更安全 更有經濟力 更有工作的機會 更有制度 更穩定 希望2017年 我們願望夠為 也變成在社會裡面 讓人家更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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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位在社會實在是很好 2017年 每一個人的生命 能夠使人因我們福 我到位因我們福 我來祈禱感謝 祢主要算而已 阿明 這是我們來鑫西 圣西四百三五歲 我們來鑫西感謝上帝過新年 世間一節最快過 京驚天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